在进古后的授寻大婚上,聂荣真成了第一批元帅级别人物。 聂荣真的出生的时候,他的父母根据书中的古话,为他取了这个名字。 他的母亲还将双拳,定为他的小名,希望他以后能够顺顺利利。 虽然相比起聂荣真这样大气的名号来说,双拳这样的小名显得有些平凡,但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他一生当中最好的写照。 抗战时期,聂荣真是最好的指挥作战领导,他的作战经验可谓相当丰富,长达二十年的经验让他成了这方面的行家。 被授寻元帅军衔,也是无庸俱仪,建国后虽无仗可打,但聂荣真并没有落得清闲。 毛主席任命他为新中国的军事与科技指挥官,主张新级科技的研发与创造。 从早大研究的航天事业,聂荣真一直奔走在最前线,两半一星的成功,足以让全国人民欢呼雀跃,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聂荣真的功劳。 我国的首个武器试验基地,也是在聂荣真的得发起下最终落成的。 这就是如今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,在这里我们开替了一条向外太空展开探索的道路。 科学的武器,是聂荣真在新中国的新使命,他从一位战场上的元帅,变成了这两方面的新式元帅。 他也是开国以来,我国唯一一个身兼两大元帅的人,九泉基地的前身,其曾经的东方基地,有一片土地埋葬着六百多位,为祖国科研事业献出生命的。 工作人员与革命烈士,聂荣真曾经亲自为这提词,提词时,他已经处于生命的倒计时状态中,也正是在这一天,他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 聂荣真死后,被埋葬在这片公墓当中,对于他的教人来说,聂荣真有自己最爱的事业,以及这六百多位烈士相伴,一定不会寂寞。